大家好,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更新 有GP02和GP01的試作計劃,非常神經病 這個系列應該很多人都喜歡,GP02 當然GP01應該也很多人喜歡 不過GP02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大舊 以及它可以射發核彈出來 這個應該是可以... 即是...如果我們玩射機的話 它又真的射核彈的話 應該就做到一個非常好的輸出 事不宜遲,先看看 這次的GP02將會是600%件 所以如果抽到呢 當然抽到核彈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很喜歡GP02 我自己覺得抽到的頭和手都非常漂亮 當然啦,你實用 我還是覺得那塊核彈 好了,GP02就600% 然後高達試作機就400% 這個叫做... 另外就是高達的烈基路斯有30% G...AGE的話有15% 今期的羅心祖魯就15% AGE1重擊營15% 格夫蘭10% 最高可以提高到1000% 大家要知道 其實一件GP02的話 都已經600% 兩件其實都已經足夠了 又或者是高達試作1號機的... 傑菲... 傑菲蘭沙斯 很喬口 這兩個角色一件 不過是沒有那麼理想的 我知道大家... 今期我也是這麼負軸 20抽中了 我已經很久沒中過活動件了 希望下期就... 看看會不會重貨GP02 重貨我都沒得重貨 現在不在香港 哈哈 好 另外就是駕駛員 駕駛員就有阿斯蘭柴拉 以及馬里坦 其實這兩個都是非常人氣的角色 不過阿斯蘭柴拉可能... 哇...很難猜 因為他本身的能力我覺得是... 格鬥高一點 不過... 不知道他出到來是怎樣 始終GUNDAM BREAKER就什麼都變了 期望GP02那個... 核彈 即是如果大家是射機的話 我想都必抽的了 那... 看看他的威力去到哪裡 那今次的更新介紹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了 拜拜 記得按LIKE 嘅 我們今天épend 我們 Essere的片